原标题 为什么印度一直认为自己比中国强大很多 因为曾三次打败中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大国 军事实力位居世界第四 但是印度给人的印象 一直就很大 就是比较搞笑的 简直就是一个开挂的国家 当然印度人自己不会认为自己是很搞笑的国家 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比中国强大很多 是亚洲第一军事强国 事实上 印度的这种观念 与历史上的三次战争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我想了解一下历史 是英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作为一场打开我国大门的战争 它已使中国第一次感受到成为殖民地的痛苦 事实上 当时的印度也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侵略中国自然会派 一路士兵参战 这与其说是印度军队 不如说是英国军队的农历和追随者 印度很清楚地记得胜利 但忘记了它在战争中的作用 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国 不愿其极 当然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印度已被派往战争 但他们的名字是英国军队 而不是印度军队 第三次是随后的八国联军队 中国的侵略战争 使印度人感到自豪 作为兵军的印度人 他帮助其他大国在中国炫耀自己 当然 他们也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 他们只是帮凶帮助英国人掠夺 钱财而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